蝦 洗乾乾淨 最重要是把蝦干干 如果蝦太大,把蝦切成小, 把蝦切成小, 把蝦切成小, 嗯,有些有些 把蝦切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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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很多 然后,把蝦切成小, 把蝦切成小, 好,把虾放入混合器中 加入盐,将其放入盐 虾将其放入其余的调味料 将其放入鸡蛋和肥猪肉 将其放入冰箱,将其放入冰箱 将其放入冰箱 然后将其放入 鸡蛋和肥猪肉 将其放入两盐粉,将其放入 盡量把它放在一旁 放入沸騰水,沸騰 把它攪拌 把粉和水攪拌均勻後, 把它倒出來,然後把它搓拌 但如果太熱,可以把鍋蓋上去, 先烤一會 然後把它搓成粉團 放入少許油在上面,令它沒有乾 再把保鮮膜黏上去 準備一張有油的紙或布 然後,把粉搓拌均勻 把一塊皮的份量放出來,然後把刀放在油紙上 把刀放在皮上,然後把它拉扯 然後把它拉扯 就像畫面一樣 在上面,把刀放在水中 左右,然後把它拉扯 然後,拌勻 把刀放在上面,再把刀放在上去 然後,把刀放在上面 這就是蝦膜的做法 如果有些問題, 把刀放在上面,才會更加更容易 更加控制 包好后,蒸熟,蒸6分钟,就可以吃了 嗯,是透明的 感谢观看 请订阅